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准备考虑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的消息 但是这一内容随后被特朗普本人所否定 特朗普强调在韩朝对话期间 美国将不会考虑任何军事行动 而韩国总统府也表示特朗普已经向文在寅承诺 只要朝鲜和韩国还保持对话状态 那么美国就不会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 另外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和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 如果条件成熟 将考虑和朝鲜领导人谈判 特朗普也对于谈判持开放态度 他表示在合适的时间和情况下 如果朝鲜愿意与美国对话 美国始终敞开对话大门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其实是十分罕见的 在去年年底之时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曾经表态称美国 有意在没有预设条件下 与朝鲜先坐下来谈谈 哪怕谈天气都行 但是蒂勒森的这一言论随后被白宫方面所否定 因为美国强调和朝鲜谈判的先决条件 是平常同意实质性放弃核武器 可是朝鲜到目前为止 都仍然对契合持绝对抗拒的态度 这种对立性的条件设定 使得美国和朝鲜都不愿意向对方示弱 那么美国现在的表态是否就算是服软了呢? 答案其实也是未必 因为特朗普关于敞开对话带门的说法 也是有合适的时间和情况作为先决条件的 也就是说美国仍会使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关上这闪门 乃至继续恢复军事手段 实际上美国现在的表态 也是在考虑了韩国政府的诉求之后才有所调整的 韩国也有自己的利益立场 在不得罪美国的前提条件下 韩国仍然希望尽量拉拢朝鲜 并例如创造对话机会 在美韩关系里面 美国虽然拥有支配性的地位 但是倘若美国希望韩国一心一意配合自己的行动 就也必须满足韩国的要求 毕竟韩国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前沿筹码 美国在这一区域的活动 必须要有韩国提供足够的支持 至于所谓的合适条件 美国在这里保留了余地 开年以来 朝鲜和韩国的积极互动 为冬奥会外交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特朗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承诺暂不使用军事打击手段的 但是特朗普也向文在寅再次确认了 继续对朝保持高压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赞不对朝动武不代表美国就会取消所有军事选项 而敞开对话大门也不代表美国就会放弃继续对朝鲜施压 以平昌冬奥会期间的军演赞赢为例 美国本身并不考虑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是韩国提出了这一要求 而且朝鲜也有意参加冬奥会 所以特朗普最后同意了韩国的建议 但是对于朝鲜方面提出的关于美韩彻底停止军演的要求 美国显然不可能同意 五角大楼此前也已经表态称 在体育活动结束之后 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就会恢复 因此 特朗普的表态 应该只能说是暂时性的火谐 或者说是配合韩国的一种行为体现 在不改变高压政策的前提条件下 美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很难回到正常状态 核动目前朝鲜也不可能同意契合的要求 所以美朝的博弈还将会持续下去 最后结果如何也需要继续观察